新冬的家庭 对外人来拍的 那边就真的觉得 我把他都给你解释了 我把他做こと 我把他做 把他做成为了 我把他做成为了 他一直都发生了 大概就是今天早上6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去宽庄窗户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其实是冰雹 我手上也被砸了好几下 特别的疼 受西南气流影响 19日60至80 金平县出现雷震雨 局部地区伴有冰雹 大风天气 县城观测站 观测到冰雹最大直径30毫米 最大堆积厚度28厘米 为近30年来最大一次冰雹 诗书罕见